這個事情發生在2006年 當時有一個富商叫潘德拉 潘德拉家裡頭有個20歲的 一個來自貧民窟的一個女傭 突然間消失不見 不見了之後 警方就看著在這找 這個人到底跑哪裡去 就在附近的排水溝那邊 發現他的頭已經被人家砍掉 分屍案件 我跟你講分屍 而且更可怕的就是 他們在附近找到了70包東西 也都傳了18個人的人骨 然後都被切得碎碎的這樣子 不是只有一個人 而是18個人的人骨 警方可怕 然後警方就把這個潘德拉 跟他的用人酷吏 兩個人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你知道這個潘德拉坦承 他說沒有 他就是專門用一些小小的金錢 或是用一些吃的東西 引誘那些貧民窟的小孩子 或是女生 就引誘到他家之後 他就把他性侵 性侵完之後就把他殺害 他甚至有的 有的屍體他還性侵 甚至他還說 他自己還會吃人肉 這變態 這完全變態的一個 對 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被他殺害性侵的人 最小才3歲而已 這完全是上盡天良 那當然後來他否認說 他有吃人肉 可是印度警方 也是把他抓起來 後來判處了死刑 那也有6個警察 因為這樣被判獨職 等一下 6個警察被判獨職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什麼原因 因為早在2004年的時候 附近人就說 我們已經有40個人失蹤了 暴失蹤了 對 當時很多人就懷疑說 都是這個負傷潘德拉幹的